评书快摊 民国军阀演义 韩福举第三讲 上文书咱们说的 韩福举到了新民府 麦字度日 晚间呢就在关帝庙里住 可这天晚上 外面是枪声大作呀 紧接着就 啥呀 响了两个多小时 枪声不响了 把韩福举吓了一跳 蹲到那机甲那儿 直哆嗦 他一个面书的 不大一会儿 就听见这庙门外面 扛点扛点 扛点 庙门被撞开 外面进来 能有二十多个当兵的 小灯弄 干什么呢 韩福举啊 就站起来了 呃 君老呀 我我我 我是个学生 我是卖字的 晚上就在这住 嗯 真的吗 真的 来来来来待会儿待会儿 交给咱们营党 摸摸他干什么的 走走走走 我韩福举一推 说这怎么事儿 这个东北啊 这个年代是土匪四起啊 四代是连杀代砍 刀伤人命 这个土匪有一伙 叫二毛子土匪 大概有个五十来周 今天晚上就准备夜袭这太平庄 可是新民府镇压地面的 是大清朝陆军第二十镇 第八十镖冯玉祥营 这冯玉祥带领着部队在驻扎新民府 弹压新民府的地面 就听着这个事儿 就带领官兵 来拦杀这土匪 可晚了一步 这场战斗就在太平庄里打起 土匪来抢了 他也杀进太平庄了 冯玉祥的八十镖 哇 这官兵像潮水一样冲进来 两下就交火了 打了两个多点 这土匪啊 一个个不是大清朝官兵的对手 落荒而逃 而且还被击毙了五六名 得打扫战场啊 所以洪玉祥告诉打扫战场 看一看 这机甲杂兰啊 此外有没有惨杂于孽 还有没有剩下的土匪 那抓着 还正好在这破庙里 把韩服局递了出来 这洪玉祥在狮子花街里正跨到战 有人蹬蹬跑过来了 回饼飙标作 抓着一个说是读书的 在那破庙里蹲着呢 让我们给逮出来了 哦 带过来 哎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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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服局推过来了 韩服局直哆嗦 冯玉祥拿眼睛看了看 月光下一看 这就是个读书的 哪儿的啊 回官爷化 我家住在河北 我是霸县人 哦霸县人 上这干什么的呢 我到这来卖字 江湖口 我们那边啊 遭灾了 那帝宝也过来 哎呦 我老爷 这位啊 是在我们的庄里卖字 他是学生 看 帝宝说话呢 冯玉祥就相信了 好了 哎 不是啊 你真会写字啊 我会啊 你给我写两个看看 那我得去拿我的东西去 拿那包去 好嘞 跟两个当兵的 到破庙里头 把那包拿来 哎 我大人 韩服局把那包拿过来 就地打开 这边把灯笼挑过来 韩服局啊 就像考试似的 拿这笔 在这纸上写了几个大字 嗯 好 好啊 方玉祥就点头 好 正好我这部队里 都缺这么的贴血 就是文书 超超贴血的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当兵怎么样 啊 到时候准发响 韩服局一听这 彭绿祥这么说 眼珠一转 自己正好没有招恶的时候 怎么办 要当兵吃饭 挺好 背不住还能出息 那就 多亏官爷 您提案 好嘞 怎么办 我身旁正好缺个抄写 你呢 就给我干这活 啊 好好干 听见呗 哎 多谢关照 多谢关照 行了 这破包不用要了 咱们部队有的是 给你背点好的纸和笔 嗯 我还是不认为好 韩服局还会过日子 他确实会过日子 将来日后统治山东七年 韩服局这日子过得就真不错 就这么的 就这么的韩服局巧遇冯玉祥当了兵了 说这冯玉祥是谁呢 因为这冯玉祥啊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很有名望 我这里呢 简单的介绍一下冯玉祥 冯玉祥是生于1882年 1948年去世 老家是安徽人 原名叫姬上 自焕张 早年聪军 无常起义后 他和这师从云 王金明 在鸾州密谋响应 准备起义 可没想到起义失败 到了1914年 他随陆建章赶赴山西 任第十六混城旅的旅长 1918年 奉命带领军队南下 攻打护法军 在吴穴通电祖河 被段庆瑞免职 1921年 升任第十一师的师长 后来又任陕西都军 1922年 第一次职方战争后 调任河南都军 不久改任陆军检阅时 驻军在南院 到了1924年 第二次职方战争爆发 被吴佩孚任命为第三军的军司令 第二年 石岳与胡锦义 孙岳等连络 发动了北京政变 图紧了总统曹昆 推翻了直系军阀政府 改所部 为国民军任总司令 兼第一军的军长 1926年1月 在张作霖 吴佩孚联合进攻下 宣告下台 随后到苏联去考察 他所带的部队 退往西北 九月份的时候 冯玉祥回国 在武元 武元呢 就是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 在那儿适时 加入了国民党 第二年的五月 在西安就任国民党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曾参与蒋介石的反共活动 后来又跟蒋介石发生了厉害冲突 举兵反蒋 先后爆发蒋风战争和中原大战 九一八事变后 冯玉祥是主张抗日 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 1933年五月 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在张介石组织抗日同盟军 任总司令 抗日战争时期 采取进步的立场 揭露蒋介石的消极抵抗 和蒋介石的积极反共政策 抗日战争胜利后 他反对蒋介石的内战 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和卖国政策 并和李继生等人 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1946年出国考察实力 1948年9月 回国参加中共中央发起的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 可是没成想在中途半路 在黑海因为轮船失火遇难 一辈子写了几本书 有我的生活和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等几本著作 那么现在这个冯玉祥啊 他还是个营长级的干部 哎 韩夫举在新民府认识了冯玉祥 当了兵 当了贴血 就是秘书 你还别说呀 这个韩夫举是真肯干的 兢兢业业 交代的任务 交代的活都如期完成 甚至还超前 经过一段相处 两个人的感情渐渐就融合了 融洽了 冯玉祥一看这韩夫举也会办事 也会来事 又把很多重要的任务 甚至都设计到一些文件机密 都让这韩夫举办理 没什么事 两个人还支上小桌 下盘棋 要赶上个节假日啊 冯玉祥还喝两口酒 赶这韩夫举还陪个 因为韩夫举有文化 这个冯玉祥就喜欢有文化的人 愿意跟有文化的人打交道 知音说语 知音听 不是知音 莫于谈 两个人渐渐就知音感觉了 韩夫举毫不隐瞒的把自己如何背景 离向离开老家 这些事情一五一十的都跟冯玉祥说了 冯玉祥一听啊 嗯 好 痛快 真痛快 这个现在爷爷 他就是找着 他就是这个贪小便宜的人 明白吗 因为你们霸县可能雄县 大个搂不着 他就采取这个方法 剥削你们这些 下级的牙役和差人啊 就这么大就对了 下回啊 他再也不敢让别人 他这孩子 他这小少爷上街买什么吃的了 夫举啊 你干得好 干得好 对 解恨 解恨 一来二去 两个人的感情好了 自然他就相信韩夫举了 干了一块时间 韩夫举表现得真不错 不过韩夫举想不行 为什么 你说我吧 贴血 一个文明 不能出息 哪儿让 应该是戎马横空 应该是轰鸥烈烈 应该是大刀阔斧 应该是大展身碑 那才能阅足戎宗 可我这贴血得贴哪年去啊 这得贴到什么时候去 要想出息 我就不能当天使下部队 下部队下到班里头 由班长做起 哎 想来能出息 就把自己的想法跟这冯玉祥说了 呃 我想下部队下机层 您给我安排一个呗 我也想断练断练 冯玉祥也看出来了 跟着自己啊 就是斜斜算算 是啊 那真正想干起来啊 就得在机层干起来 因为冯玉祥就是在机层干起来的 嗯 好 怎么办吧 副局啊 既然你想下去啊 就在我这部队 我给你个班长 先干班长 干好了 我再往上提 好嘞 就领导干部跟前的人 身边的人 下去就得带个长 先给个班长 这个过去啊 他就有这个说法 大官跟前的人 密说 哎 放到底下去 就得给个官 先给个班长 还不许就当了班长呢 他在这班里头干的 好 模范班 而且团结士兵 跟士兵们处的 也非常像亲兄弟一样 渐渐有班长 就到了台上了 这冯玉祥爱忠的呀 两个人心如父子一样 是不是啊 这冯玉祥既是个父辈 又是一个兄长 又是一个 呃 长官 另外 他高看韩服局一眼 韩服局有文化 所以呢 提的能慢吗 可冯玉祥啊 又提了一步 提成旅长了 到了旅长啊 这韩服局 蹭 弄个团长 说得这么快呢 有班长怎么弄个团长 你看那有冯玉祥的提板 另外干的也真好啊 赶着冯玉祥当上旅长 他告诉这韩服局 行了 你当排长了 没干上五天台长 你当连长吧 又当了五天连长 你当 营长吧 又当了五天营长 你当团长吧 搜 韩服局 弄个团长 就跟着冯玉祥插一击 冯玉祥 当了师长 呸 韩服局 韩服局当了旅长 冯玉祥 蹭 当了军长 韩服局 呱 当了师长 他蹭 当了个司令 他刷 当了个军长 就这么快 这韩服局 在几次的军阀混战中啊 那是作战 勇猛 立下了战功 也深得冯玉祥的赏识 在当时的冯玉祥手下 有师三太保之称 他们是刘汝明 孙连仲 孙良成 韩服局 石友三 文成烈 郭之刚等人 称谓师三太保 这些人呢 那都是冯玉祥的左膀右臂 都是冯玉祥的亲戚 那么这些人呢 都是以冯玉祥为主心 团结在冯玉祥的周围 但你别忘了中国有句老话 叫人无千日好 花无百日红 这句话一点不讲 这个渐渐的随着这冯玉祥的官职 不断的提高 冯玉祥这个脾气也很大 因为他是苦大出身 对这个部下要求的是极其的严格 可是这韩服局怎么想的呢 战士们打仗不容易 能宽松点尽量就宽松点 别管得太严了 到哪呢 吃点喝点玩点抓点弄点都可以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完了 因为人家都给你卖命 可是这在冯玉祥眼里都不行 咱们是军队 不是土匪不是胡枣 应该有个严肃的纪律 没有铁的纪律 难以带出了一个铁的军队 所以这个日常生活中啊 这个小摸擦就不断 渐渐的就演变成心中有点隔阂了 有点互相不舒服 特别是在一九二六年的四月 这个凤系军阀张作霖和这直系的军阀 吴佩服两个人和好了 这两个人和好之后啊 又拉上了山西王延西山 结合在一起干什么呢 准备是联合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啊 这三家要打一个 有的听众朋友问啊 说这张作霖和吴佩服 和好了怎么打着冯玉祥呢 前文书的几个章节我交代了 因为这吴佩服和这段西瑞的直挽战争 张作霖的出面 使段西瑞彻底下台 惋惜败美 那么吴佩服跟张作霖两个人 就掌握了北京的政权 掌握了之后 一开始挺好 出的这像哥们似的 铁哥们 人无千人好 花无百容 这句话一点不讲 后来吴佩服跟张作霖有了矛盾了 打枕第一次直风大战 吴佩服啊 就把张作霖给揍了 这下斗子满脑子是包 疼了好几年呢 握心畅胆养精血 要报这仇 第二次直风大战 战死人 张作霖永被误换 准备好了 卡卡卡卡卡 一进晕 吴佩服小诸葛那是啊 那只不打仗 永远上 就在山海关热和一箭 两家摆上阵势 就在那签语一发 这冯玉祥啊是吴佩服的手下 结果冯玉祥叛变了 这部队调往前线中途办了 冯玉祥一调管枪口进北京了 抄了吴佩服的后路 把吴佩服那最铁的铁哥们曹昆总统 就抓起来了 北京政变 吴佩服啊 多足吹须 哎哟 你抄我的后路 啊 叼个枪口再打冯玉祥 和前边张作霖 在这一打 两下加击 吴佩服是大败 跑到江南 感觉冯玉祥就在北京掌握了政权 可这吴佩服杨精虚锐 被你报这仇 这仇太可恨了 你是我手下 你变爷了 什么仇我可以不报 这个仇我必须要 冯玉祥占领了北京 那不用问 就跟张作霖有好声 两家好好好好的 又打起来了 他们两家又出了矛盾了 这一出矛盾 正好张作霖 联系了吴佩服 又钻上了阎西山三家联合一起 打冯玉祥 这冯玉祥啊 见势不妙 就带领西北军退出了北京 退往南口和西北地区 但这也没有削弱各方联军停止进攻冯玉祥 冯玉祥为了减少目标 将国民军的指挥权交给了张之江 并且呢 自己通电下野 到苏联去考察 树大招风啊 冯玉祥明白 这三丫打我呀 我受得了吗 我现在赶紧走 我把我这个势力啊 先压缩压缩 减少减少 减少目标 我到苏联考察 我把这个指挥权交给这张之江 让他指挥 这个时候的韩普举呢 正是冯玉祥手下的一个六军军长 他指挥权一个军 冯玉祥走了 但是这个国民军跟这三家打上了 张之江指挥 在和阎锡山的军队打仗的时候 这韩普举可是玩了命了 动了脑筋了 这什么事啊 他都怕下功夫 韩普举动了脑筋了 这个仗打的就顺手了 赢了 连打的几个胜仗 打的这个禁军呢 是会不成军 甚至都抓住了 阎锡山手下的一个旅长 把这旅长给抓住了 秦斯半天一琢磨 他没什么错也没什么罪 只不过是两下的观点不一样 政治目的不同 放了 哎就给放了 可是这事就被总指挥张之江指挥 心里不舒服 拿起电话把韩普举说了一顿 你怎么放 该闭就闭 该杀就杀 该剁就剁 该砍就砍 不能留半点情面 还把韩普举给骂一顿 这韩普举啊 这心啊 像油砰一样 砰就起来了 张之江你是个什么东西 你骂我 我是军长啊 啪 把电话撂起来 下午的时候啊 又来了封电报 是冯玉祥打来的 这个电报也是责罢了韩普举 韩普举不由得恶相胆边生 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是冯玉祥打来的 就冯玉祥打来的 给你冯玉祥打来的